你這麼忙,忙當中又要搬屋 是嗎? 搬了沒有?為什麼要搬屋? 住得好地地 風水嘛,他們說轉運 是嗎? 張師傅說的,張敬軒師傅 為什麼?他認識的嗎? 他認識的,很厲害 他上去你家看? 不是,他只是說,然後我順便問我的師傅 我師傅又說,是呀,誰說的? 哇,這麼厲害的嗎? 謙公說的 也不只是我,很多人都搬屋 你感覺到是差不多那間屋的氣數 用盡了 不是盡了,我感覺到是 有幾個月所有東西都不太順 都整的,但沒有以前那麼順 你會相信這些東西嗎? 我相信,為什麼是這樣呢? 因為我以前還上班的時候 看了現在我這個師傅 他就跟我說,我現在是17年 還是18年年頭 他說,你會紅的 我心想,什麼呀? 天天在上班,在辦公室畫圖怎樣紅 我已經覺得不準,以後不看 口水多過了,嘩,等你埋位 是,我們現在是有Tyson Yoshi的Ice Breaker 想看這個訪問的呢 可以上去我們Facebook Fan Page 有得看,或者我Dodo Chan的Instagram 就可以Live看到了 Tyson, How are you? Hello, I'm good, I'm good 我一直保持到現在都比較帥 不知道為什麼維也納 我覺得你好像沒有現在那麼帥 你做過什麼? 我覺得是髮型 是嗎? 黑了嘛,當時幾招 但當時維也納的時候 你是不是轉了髮型師? 不是呀,是轉顏色,同一個髮型師 你的look,其實我又不覺得太大改變 但是頭髮、顏色不同 的確是可以改變一個人 是的 你是自己拿主意 你什麼時候出歌 我會這樣,我的style 還是怎樣? 是呀,自己想 所有事情都是自己想的 是呀,全部都是 一向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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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來,以前我想說 就是先聊聊天 但是呢 因為這首歌很好聽 我們先說這首歌 好呀 我不會一輩子的 你不會一輩子的愛上我 你不會一輩子的愛上我 為什麼有這首歌? 很不像你 呃 有時呢 有時上網看 尤其是看到連登的留言 就是近期 尤其是近期就說 以前的Tyson Yoshi好像好聽一點 或者我喜歡以前那個他 或者現在很commercial 跟著又說 有Friend 以前很喜歡Tyson Yoshi 現在他紅了 不喜歡 那我就覺得 然後就開始在想 咦,是呀 以前見過的那些面孔 underground 每一場都到的 都很久沒見到他們 我就說 是不是 不再聽我呢? 還是怎樣呢? 然後就開始想 你最近怎樣 就好像在想 一個前度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 剛才跟你聊天也有說 現在你是mask了 是 你沒有以前那麼indie 是不是? 嗯 你是不是選這條路 mask的路 mask了 我覺得 其實你說job wise 其他東西 跟以前沒有什麼分別 但這一首歌的確是 mask的 很討喜 這首歌 是沒有以前我這麼編的 因為我這首我特意寫和編曲 我就是要 就是 皆知學問容易聽的 不會因為是 因為有年齡 可能年輕人就喜歡聽這些 很重的bass 電一些的 但是接著去到 可能 給 就是 我媽媽年紀聽的 就會覺得不行 我上一首是 任何年紀聽都覺得 OK的 我如果說你是go mask了 mask就是普及 大眾一點的 這樣公不公平呢 其實 我覺得你肯接跟我去拍 旅遊節目 你已經開始在想 是mask那條路 是不是 要不然你都不會接 我們想著你會說No 又不是 純粹覺得好玩 好玩 你沒有想過 這個是很普及的文化 我是很indie的 沒有的 還有 最關心的這些東西 那家謙都接了 嗯 對不對 因為我們私底下都有聊 他想跟我去旅行 是啊 然後我又說你接了嗎 他就在想 我說你不接 你很早就說No 在想即是接了 看到這個系列 這樣就OK了 你知道家謙他在腦中想過千次了 做了決定 是 他都肯定 他不是你 是不是 每個人都是一個過體 是 他是一個standard 至少 就是穩的 他會做一件事 就是那件事是穩陣 嗯 他都覺得穩陣 我這些那麼薄的 我那麼冒險的 OK啦 那次好玩的 好玩的 好玩的 你都沒回答我 你是不是GoMars呢 現在 GoMars 你說看到這樣的留言 其實這些留言有沒有影響你 如果外面人家說你什麼 你會不會影響到自己 我會想的 我會想的 但是反思幾次 不行 都想幾次都想不到一個 去agree他的位置 我就move on 好 如果他譬如說 有些東西我不好 那我就改了 改到他沒有聲音為止 沒有聲音出為止 我是這樣的 我不會覺得 因為hater 而不聽他說的話 某程度上 可能hater說的話 其實很重 嗯 但是你面不面對他 你要成長 你就要面對很多 那你每天會不會花很多時間 來看這些評論的 不會 但是我會自己跟自己聊天 嗯 譬如煮東西吃的時候 我經常在腦裡 在想一些東西 嗯 就想看一首歌怎樣走 那是不是一首好Mars 完了之後 可以回去做自己編的東西 嗯 但是有時候會害怕 我做一首Mars 然後有那個數據 有那個流量 那 這一行是這樣 看數字的嘛 那就是歌曲上面 很多東西都 那會不會added了 去那一件事 而搞到自己 之後每一首都是這樣 那我就跟自己聊天 一首而已 一首之後就做回自己喜歡做的東西 然後可能下一年才回來 那個脫離很重要 因為現在這首真的反應很好 是很好 很喜歡 然後你又回到那些 我都不會的 那我就證明到給別人看 就是你要我寫這些 我也可以 就是看我開不開心 我想不想 就是這樣 不是寫不到 現在是不是所有的決定 都是你自己的 是不是有時候總要有一個人商量一下好些 沒有的 我全部都是 我不分享的東西 我會問的 通常我會 我會問 不是這個圈的人 通常我會問Christy 問我女朋友 因為他 首先他不會弄音樂 不會寫 所以其實大部份音樂是給普羅大眾聽的 普羅大眾不是音樂圈的 所以以他們的標準是最準的 通常我會問他們 問Christy 如果有時候他覺得好像一般的 我就會想 有一個人想三次 都想不到他會合理的 就 move on 你就繼續做 你自己提起Christy 上次跟你做訪問 我希望三十歲之前要結婚 我將這件事搞定之後 我就全副精神做自己的事業 做自己想做的事 現在怎樣 你三十歲了嗎 還沒有 剛剛二十九了幾個月 這樣差不多了 那怎麼辦 要有行動 最近台灣有朋友結婚了 有被人說幾句 Christy有聲音 他說你看看別人 他又經常在 他又會說 他經常在訪問說說說說說 說得不好都還沒做 你等什麼呢 我想 要特別一點 要想好方式 但都會是三十歲之前做的 一定是三十歲之前 你很有規劃 至少不是三十歲前結婚 但是三十歲前也要求 嗯嗯嗯 現在其實也很確定 也要求一求 要求 他說一定要 我經常都覺得這些是 商家佬的陰謀 什麼意思 你求又是一隻 又是一塊錢 然後結又是另一隻 又是一個錢 然後又要行婚禮 如果你這麼反對 那為什麼你又做呢 那因為他才是大哥 哈哈哈哈 不是我 真是甜蜜 做的都是他開心就OK 我自己覺得 其實這些都某程度上 有點像一個show 我自己覺得 就是婚禮 求那個你可以很private 自己兩個人 或者一些friend 但是你一個 婚禮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個show 但反而那一個 我是想private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好像 我現在這幾年 我都是很 我生活在大眾底下 我反而不想這件事 也好 那你家人要involved 對 家人要involved 但可能就 不在香港 或在其他地方 有close friend 就OK了 那Christy她都知道 這個她知道的 如果結婚之後 就是你要focus on你的事 是 是 她還有什麼part 她現在都很involved 在我這個公司的事業 她以前是做admin的事 現在她有幫我take care admin的事 OK 你差不多埋單了 2023年 你覺得你今年怎麼樣 不過不失 我覺得今年 年初都很精彩 然後六月打後就 有些結婚的事 但是都捱得過 然後 就是不過不失 我覺得 接下來十二月有場演唱會 嗯 做完就 是 今年就埋單了 今年就 今年差不多 但是這幾個月都忙 因為開始新歌 成績好 就不只是 香港成績好 台灣成績都不錯 對 都去做一下宣傳 所以一後開關 我夢寐以求 其實我一向最想是這樣 就是兩邊走的 嗯 那現在就實行到 兩邊走的模式 嗯 因為兩台灣都很受歡迎 嗯 又 有 有聽眾 有聽眾 對 這樣說很受歡迎 哈哈 你這麼忙 忙當中又要搬屋 是嗎 是呀 搬了沒有 為什麼要搬屋 住都好地地 風水 轉運 他們說 是嗎 就是你那裡 張師傅說 張建軒師傅 哈哈哈哈 為什麼 他認識的嗎 他認識的 很厲害 他上去你家看 不不不 他只是說 然後我順便問我師傅 那我師傅又說 是呀 哪裏說的 這麼厲害 閻公說的 都不只是 很多人都搬屋 你感覺到是差不多 那間屋的氣數 用盡了 又不是盡了 我感覺到是 都有幾個月 所有東西都不太順 嗯 嗯 都成的 但沒有以前那麼順 嗯 你會相信這些東西嗎 我相信 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我以前還上班的時候 看了現在我這個師傅 他就跟我說 我當時是17年 還是18年年頭 他說 喂你會紅 我心想 什麼呀 天天在上班 在辦公室畫圖 怎麼紅 然後我已經覺得 不准 以後不看 嗯 然後誰知道 就 真的爆紅 就一直到現在 所以你就 那我就 每次想起 我都覺得無管動 嗯 然後我就 就信 你是Dicted 哈哈 我又看到了 你要搬家 聽說就很麻煩 你有很多東西 有很多 因為 我又不覺得 你這麼多東西 因為可能我們 去維亞娜拍 只有那幾天 你穿來穿去 都是那件T恤 其實我現在穿來穿去 都是這樣的 就是了 那你說那些鞋子 那些衣服 都不知道怎樣處理 有這麼多東西嗎 有些 有時就是 突然間 這個衝動式 都是購物 嗯 買的 嗯 然後有些就是 比較 像上台的衣服 嗯 那你穿完 一兩次 其實你穿上街 就超級招搖 那你會不會 想辦法 給人 有啊 有啊 我這幾天其實 朋友是一直到家 拿東西走 嗯 你的衣服多到是怎樣 多到 嘩 現在 我都包了 七八雙 只是你的衣服 只是我的衣服 鞋子呢 鞋子就 剛好找到幾個 和我差不多的尺寸 都送得七七八八 你有多少雙鞋子 三四百雙也有 哇 還有很多 有時候是 譬如有些品牌 喜歡我 會送給我 送給你 年中一直都沒有處理 就一直在那裡 越多越多 誰知道 你搬屋的時候才 嘩 那都好 你搬屋順便清一次 你又不要帶過去了 不啦 我新屋一定要很乾淨 Simple 對啦 乾淨 你買東西去哪裡買的 你有時間買東西嗎 買東西 這個我很有興趣 問很多藝人 你怎樣去買東西呢 現在太方便了 網上 有時候等開工或者化妝的時候 按幾按就有幾件 一定對你的嗎 你是光顧開的 所以那個尺寸是一定對的 對 對 會不會買回來不適合呢 不適合那些又是放在那裡 拿回來開箱一著 不是圖片上那麼好看 不適合那些 就是放在那裡 找日處理它 沒有處理 沒有時間 處理不到 現在 這裡是說的是 這間房子 說的是 真是叱測 不是 是拉闊 拉闊那時候 儲存到現在 21年到現在的東西 你就是21年住在那間房子那裡 對啦 就沒有再處理過這些東西 21年不是很久 所以那堆東西已經是真的很多 我看著那堆東西 我真的覺得是 first world problem 我真的覺得 Christy多不多 Christy那些都還好 好 因為她是定期會處理 還有她有些化妝品 她一群女生朋友 有些自己用就用 是消耗品 那你的衣服其實可以長很久 但是 你沒理由穿起來都是那套 所以就 Christy都多 但她很快處理 比起我 是比較少的 她可不可以幫你處理 又不行 你又要看 這雙鞋我要 這雙是給我朋友 你不可以讓她處理 我就是處理好了 已經分好了 哪些我留 哪些不要 你搬去新屋 不要再有這個習慣了 不會 我連 我連 就是 全部在Studio這些東西 我都不會 就是回到我家 我想著 所有的衣服都放在Studio 那又不行 那些舞台少少的衣服 就是Archive 我有些有紀念價值 是的 那幾件是特別值得紀念的 是的 那些演唱會的衣服都是Studio 那又不行 你Studio還Studio 都可以 我覺得還好 我們賣了單 二、三年 你覺得都是還可以 不是去到你很滿意 我看到你皺一皺眉頭 嗯 因為 呃 上年是很滿意的 二、二年 做了一場很大的演唱會 是的 那一年是覺得 嘩 真是苦盡今來 嗯 但我又覺得 我人生 這個不可能年年有的 是 但當 但我覺得是挺好的 因為經歷過演唱會 這個peak之後呢 我發現原來演唱會後呢 是很容易抑鬱的 是的 開心到盡 對 開心到盡 然後 所有東西突然間靜下來的時候 你這個人是極不習慣 嗯 接著這幾年其實一直都在學著 怎樣自己和自己聊天 就是 就是 有很多這些結 跟著自己怎樣拆開 那你現在就是等著 the next hit 是嗎 是的 所以我知道就是 今年又或者下年 哪怕 沒有那麼 薄也好 我是OK的 是這樣的 因為我以前是覺得 一定做所有的 一定要拼命 是 沖到盡 但有時候經歷過今年之後 有時候不是說你想沖 那天就會被你沖 就是 當是你的時候呢 你要的東西全部都會送在你面前 好像那時候演唱會一樣 嗯 全世界都幫我轉綠色 icon 所有東西都熟到很大 但是到今年 啊 你要做事情的時候 又會有這件事發生 那件事發生 就一路好卡 一路好卡 那我又學會了 OK 不要緊 It's OK 因為如果一路這麼迫自己 只會在心裡 越吐越厲害 就不開心 其實我恭喜你 你這樣是一種長大的 我覺得 是嗎 但是我們也要看看 再之後 二四年approaching 你想怎樣 二四年我想 隨緣 隨緣 所以你沒有一些resolution 你沒有 我想是 可能二五年就是 好像二二年那樣 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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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老實說 哪怕我今年要搞 或者 下年搞一場演唱會 嗯 我覺得我那時候 二二年想的那條條 太厲害了 嗯 我打敗不了二二年的我 嗯 即是在Promotion上面也好 Visual上面的Idea也好 甚至那時候想的MV條也好 我那時候真的 我現在回望 我覺得自己 嗯 是幾厲害的 但是現在要做 另外一套的事情 去打敗那些 是很難的 當然是難的 所以我覺得 二四年是一個 可能是蹲下 就是跳起前準備的一下 蹲下 然後二五年就是跳起 嗯 OK 二四年就蹲下 但是蹲下也是在做很多事情 對 對 就是自己有很多歌 在做 對 很努力去做很多事情 商業電台節目精華日日放鬆 即刻like share comment 再在YouTube按個鐘仔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 商台節目重溫 3 最會 5 4 5 5 6 5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